国际穿戴道场 嘎敏林口厂有员工确诊新冠肺炎 厂区不敢大意在门口设置简易的快塞站 漏夜替员工进行快塞 厂区有员工确诊防疫拉警报 快塞亭还设在大门口 员工进出量体温喷酒精 一名台籍采建员工七月七号确诊新冠肺炎 厂区和桃园卫生局立即荒裂 厂区内五百四十九人漏夜裁剪PCR 诸布结果有三百五十六人是阴性 其他还在检验中 他居住在桃园的父亲七月六号确诊 个案被框居家隔离 七月七号裁剪阳性 七月八号公布确诊 新北市卫生局立即展开疫调 该名个案目前匡列接触者人数共19人 疫调发现确诊员工父亲先确诊 员工感染源疑似救世家户传播 但其他员工不满 裁剪到深夜 隔天还要正常上班 维持产线营运 无意让员工曝露风险中 但嘎明回应 厂区没两小时消毒清洁 也有准备快栽试剂 让有症状员工自主检验 目前裁剪都是阴性 研判员工确诊属于单一事件 嘎明是世界集穿 在用品大厂横跨多领域 包括航空航海车用导航和健身装置都生产 疫情中逆势成长 营收连五年创新高 而且嘎明将台湾当作生产重镇 将台湾作为亚洲总部 95%的产品都在台湾制造 现在出现员工确诊 若进一步扩散 势必影响产能 冲击亚洲区供货 加上零工厂所在华雅科技园区 有许多科技厂出现疫情 如零大敌 防疫升级就怕受到搏击 在新闻的新闻的新闻时不到